大家好我是冷眼 这是客观真实去反映整个市场行情的频道 如果你喜欢冷眼的频道 那么欢迎订阅冷眼的频道 那么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的一个早上的一个 8点13分 目前比率价格在一个 64700美金的位置 那比特币出现了一波的一个反弹 那么这一波的一个反弹 可能是延续的接下来的一些行情 那么开始之前的话大家先去订阅冷眼的一个频道 点击订阅冷眼的一个频道 那么冷眼的频道是专注于一个比特币行情的一个分析 那么2013年到现在已经经过了两次的一个牛熟的一个情况 再加上这次一个牛市的话有三次的一个牛熟的一个经验 如果大家也喜欢冷眼的频道 那么欢迎加入冷眼的电报群 那么下方有一个 现在不是币安和火币都是出现的一个 12月31号都不能去交易合约了吗 那么现在的话是这个比特币的一个交易所可以免50%的手续费 可以点击下方的一个频率区下方之后有一个链接 点击进去直接去输入邮箱 不需要去绑定身份证都是可以去注册 然后提币是可以随便提币的 那比特币也是币安也是一样的 币安重新注册就可以去交易 那么火币也是一样去减免全网最高的一个手续费一个减免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行情 那比特币的话 它是出现一波反超 去冲击了一个64,700美金的位置 那我们也说到牛市是永远是没有结束的 没有结束 我们多次强调 对不对 我也在我们社群里面说过 那么现在的一个行情的话 是处于牛市的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 还没有到一个充气的时候 还在一个盘旋当中 但是的话 现在的一个行情的话 还是趋于一个向上的一个情况 而且的话 这个MSID的话是处于一个零桌 已经消化了一段震荡的一个时间 如果在这个位置能够出现反超的话 也是有不错的一个涨幅 目前的话 只要它没有跌破我们的一个趋势线的话 都是可以大可燕美比特币 还是要继续持有 那么现在如果要回踩到一个6万 如果有回踩的机会的话 也有机会能够进场 在一个58,000附近能够进场的话 最好 那么可能它不给一个回踩的空间 直接是上去冲破了 所以说要注意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 那么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以太坊 以太坊目前在一个4,674美金的位置 那么之前我们的目标价格也是说过了 跟大家说过 我们的目标价格是看到一个 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涨幅 因为的话从这个场景的盘面来看的话 它是处于一个比较强劲的 而且的话这个处于一个零桌之上 还是基于穿刺 那么之前在这个位置穿刺了以后 我就知道有一个比较巨大的一个涨幅 而且它是现在自研的我们的思路是进行的 而且是已经达到了我们的目标价格 那么接下来可能就是试探这个52,000美金的一个高度 去突破了这个三角以后 那么回踩也就是一个机会 任何回踩都是机会 这个以太坊的话还要继续持有 没有太大一个问题 回踩之后继续补仓就行了 没有太大问题 那么这个 今天的话这个 上期视频我们说过了这个B&B的话 它是还能再发你倍 还能再发你倍 达到1000多美金的一个水平 达到1000美金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平 它达到1000美金我觉得是一个正常的水平 现在的话它是一个正常水平 而且的话它在位置穿零走了 那么预示接下来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涨幅 那我是看到1000美金的这个 这个B&B这个牛市 这个牛市我是看到1000美金以上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莱特币 莱特币之前我们说过 它突破我们的一个230美金的话 就可以去扎仓去做多 那么确实现在已经冲到260美金了 已经涨了10%多的一个水平 距离之前在这个位置扎仓 这个位置已经涨了10%多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还是建议去持有了 因为的话现在的话是在一个列区当中 列区 在一个高速行驶的一个动辄当中 去行驶的话 那肯定是有一个比较强大的一个动能 即便上涨 它也是会冲破到一个350美金 所以说现在的话它刚刚开始 你看刚刚穿零招 所以说我觉得它才是刚刚开始拉盘 那么我们看我们的一个XIP XIP的话之前我们说过它现在在震荡 短期的时候还是处于一个震荡的一个行情 这个我就不多做分析 还是一个震荡的行情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IDI IDI打币的话 这一波的一个情况的话 它是在这个零轴之下 所以说我是看它穿零轴之后 我再去进场 那么穿零轴之后 它有可能会冲杀美金 那目前的话 整个牛市当中的话 还是比较扛低的 一直是维持一个向上的一个情况 说说我是对这个币的话 说实话有一定的一个看法 有自己的个人的一个见解 因为的话它这个位置又去 是打破了一个蝎形以后 又再次的进行一个突破 这个位置 它铺破了这个位置以后 打破了一个蝎形以后 它是形成了一波的一个 有一波的一个涨幅 这个位置 那么是看到2.7附近的 短期之内的话 是有一波能够冲击2.7附近的一个水平 那么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狗币 狗币的话 我是目前的话还是继续持有的 因为的话 我是在比较低的一个位置拿的 说实话 现在的话 我还是继续去持有一个狗币的 因为现在赚了钱 不要害怕 我赚了钱之后 我是不会害怕的 因为的话 亏损也亏损不到我的本金 即便去下跌了 也不会伤害到我 对不对 因为我设计在非常低的一个位置拿的 那么现在的话 我还是继续去 去持有我的狗币的 狗币我是继续持有的 我是看一波 我不是看眼前的一个利益 但是我看到后面这有一波的一个行情 我是坚定能够拿住的 就拿住这一波也要出货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mana mana之前我也刚才说了 它是比较奇怪的一个币种 出现时差之后又快速进行反超 说是现在的话 我是如果你之前在很低的位置 0.1 0.2附近没有去进场的话 那么现在的话 我建议不要追高 追高的话 等于被套在山上的话 那么就危险了 危险 其实我不建议去追高 这个 这个是SAMD的话 之前我3.2已经抛掉了 因为在3.2的时候 我叫它进行抛掉了 那确实现在的话 虽然没有放量出货 没有出现一个放量出货 去彻底去出货完成了 但是我是不会再去 守它了 守它了 因为的话之前我在3.2已经抛掉了 也赚了百分之 七八十的一个利润 在这个位置 赚了一波 赚了一波就跑了 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那么现在的话 整体的一个思路的话 牛市还在 我们只需要去持有就行了 然后去关注 关键的一个回调之后 继续补仓 就没有太大问题 那么今天的一个分享 先收到这里 大家没点关注 点点关注 点了关注的话 请点击我们的小铃铛 去订阅冷眼的一个频道 那么还差500的一个粉丝 就可以破万了 所以说大家去支持一下冷眼 那么大家去支持一下冷眼的一个分析 如果也支持 那么大家在下方评论留言 说出你的看法 好了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收到粉丝们